哈喽大家好是醉 今天今天我们的全荒酒吧C连击版的实况 对着你双双比赛来自于张以西和火球术 双方的玩法主力抢三 开场的话张以西就选出了最擅长的雅典娜 火球术也选出了她的King啊 哦 哎 滑铲没有确认到 其实刚才是完全可以确认的 那看张以西的雅典娜又得到了一线生机 因为这个版本里面的连招太变态啊 抓到一下高手就可以把你连到残血为止 或者是连死为止 现在凤凰剑取消凤凰剑再来一下 这一次张以西抓 哎 张以西的C迪没有接住 这么可怕的吗 今天都有失误啊 双方均有失误 哦 反尧 西 这是一个强西 所以说掉血量可以忽略不计的 而且时间是不走的 强西或者强反 现在看张以西可能是要没了啊 雅典娜开场就是出师不力 有点不行哦 来闹出来 旋风梯空中这一方必杀技 感觉火球术这个King真的比较克制 是张以西的雅典娜 雅典娜她浪不起来 第二个回合看张以西她的不知火物这件 张以西然是全女决策出战 现在她发动了一发暴气双方都暴气 都准备来一发狠的 下巴没有掏到咱就追到下一次机会 哎 落地抓到角落扔一扔 哦 张以西比较犀利哦 扔到空中接超杀的 现在火球术也只下一点点血了 可能是要被带走 带走 超比萨的威力就这么强大 满血拿下火球术之后来到第三个回合 看火球术她的游里出手 小游里一向来说都是爆发力超强的 这也是火球术比较重点的一个角色 就因为她爆发力强大 所以说火球术她拿出来练了主力 一眼一屁股没有决到 哎 嘴到角落再决 哇 不之后对她这一招不为所动啊 因为不之后她是女角色 你使用这一招有什么用呢 现在火球术现在张以西没有气 可惜了 刚才如果再有一颗气的话 来一发超杀呢 基本就拿下火球术了 现在火球术另品捷径了要 嗯 哎 空头 那这次她也是可以拿下的 直杀火球术的八神 带走 看火球术最后一个八神出手 暴走八神哦 这个暴走八神也可谓是数一数二 现在爆发力已经非常强了 攻击性也是有了 八神爆气 可见火球术对这个八神也是做了一个 非常六的加强 千远已经接超比杀带入 超比杀 这意味着张以西的步骤后已经没了 相当取消 对高手对战连招之中都很少失误的 一波抓谢风 揪过来 魁华千远继续导力 一发八只女带走 火球术的玩法一向都是不省气的 有气她就用 即便你剩一滴血 她也有可能用一颗气来收掉你 极限有了玩法 第五个回合 看张以西她的丽安娜 丽安娜的爆发力是不用小觑 她称之为暴走八神的克星 但是今天好像被暴走八神抓了 先交了强反 先交强反以后 现在张以西就处于一个被动了 八神如果再抓到一次 那她都是非常危险的 她的身为非常安全 八神也是保持一个安全距离 现在ZD下盘攻击两点葵花来了 这下张以西跑不掉了 哦 悔恨了 悔恨了 一波八只女之后 那基本是没有了这局 宣告天堂之眼比赛结束 火球术拿下了第一分 她仍然是利用暴走角色的优势 来丽安娜 但是张以西的丽安娜 这次有点懵 她也是暴走角色 但是没有抓到先机 先交了强反 98C之中先交强反 基本是量了半截 接着来看第二局 第二局 看张以西还是用雅典娜作为首发 对抗火球术厅 这局白雅典娜要不要大爆发 哦 对手滑铲直接怼 不得不说张以西 真的是遇到克星了 这个听真的是雅典娜的克星 现在一发连击 打着她半管血 张以西又失了先机了 诶 但是她吸住了 C的 凤凰剑 嗯 C的 C的 凤凰剑在怼一发 嗯 超级凤凰剑 当当当 咦 最后还来一发乱舞 但是仍然不至于一套带走 但是她可以一套打晕 这是她最可怕的 一套打晕的话呢 可以还接着连呢 好 晕了 晕掉以后火球术只能束手就擒 毫无招架之礼 凤凰剑又连的飞起来了 嗯 打招 盗盗 带走 再来看火球术下一个角色吧 张以西的雅典娜终于是觉醒了 成功觉醒 下一局看火球术的有力出手 嗯 有力一点一点在试探雅典娜 有暴气了 暴气说她是不要试探更强的连技 她的吸 哦 这次没有用吸的功力 选择了乱无大招接上 光光电取消顶 C的顶顶顶顶 哎 到角落 不断的衔接衔道的角落啊 现在火球术没有血了 哇 一套48连 带走 这儿来看火球术的八神了 其实 火球术的血量已经不够大了 这套连技 还可以再接着连呢 如果不死 还可以再连一个空中大招 那看八神进行了一发暴气 嗯 咦 八神爆气之后再抓机会了 机会在哪里 张永熙他做了一个反转的动作 吸 哎 这次真的吸住了 波尔C的空中枪反 闪现 哦 没有抓住 还是被八神跑掉了 霍特八神的速度很快 呃 乱无大招又来了 火球术这次是不行了 空中垫他一垫 带走 直接穿三血痕 有点犀利 接着来看第下一局吧 第三局 以穿色的形式 辣拼几分 好的 下一局火球术应该还是这几个角色 因为这个king真的是克制雅典娜用好的话 很稳他这个king 开场张永熙用雅典娜作为首发 哎 压力呢 哦 还想用滑铲凹一下 但是这次战略戏好像有所准备啊 有所准备的情况之下 火球术就哦 凤凰剑压住了 凤凰剑跌波 火跌CD CD 凤凰剑再压一下 哦 顶 顶 波 大招来了 现在空中再垫他一下 火球术应该也剩血不多了 又是一条40多连 很轻松的样子啊 46连47连48连 晕了 晕掉以后火球术那又没了 躲过了对手的 这个援助攻击 带走了 又中了张永熙的西啊 现在看火球术下一个角色 下一个游历 哎 游历暴击 哎 游历暴击 他也抓到一个就位 他也可能一套带走了 空中超比辣 这一套超比辣 你看这个掉血量 很恐怖吧 空中再来一波普通必杀 直接带走 完全没上来 太恐怖了 这个伤害 现在看张永熙下一个角色 不知火舞了 不知火舞究竟能不能稳住呢 真的是不好打 这个小游历 他还会不会再爆气 游历没气了 这局 不知火舞倒是能量很足 哎 可以浪一波 看不知火舞怎么浪吧 哎 压住 对 还是不断后撤 不知火舞再压住 对手还是防御状态 不知火起身就好的 反摇顶烧 但是没有接触大的伤害来 应该是想接超杀 没有接触来 现在不知火又一发爆气 这一次能不能接触来 游历也紧跟着爆气了 嗯 压住 好 防空 压住 哎 对手还是跑出去了 滑铲中了 超比杀可能要上 哎 不用要超比杀 这时候已经没有血了 现在看火球术 最后一个豹子八神 这一次的压相界的角色 指着他大伤害呢 现在 拼一死 基本战斗力丧射40% 然后这个八神占50% 游历其实也占了不少 对 这样分配有点不公平 就有点来说 但是游历他偶尔爆发一盘 嗯 血缝 天堂 先放一炮 反手亏一下 然后再接一发 哎哎哎哎哎呦 这一次没有气了 不知火倒是气又非常的足 他没有血 他也不怕现在 血量不多也不怕 一扇子扔过去抄不下直接怼 对手肯定反 这也是在他预料之内 这样反的话 哎 还是被挠中了 一个中爪挠中 佩华三世到角落 地波先锋揪来 佩一下 带走吧 好的来看利安娜的了 豹子八神的克星 究竟能不能克制豹子八神啊 这几局好像都没有见到克制到 看这局能不能克制到 一局输给八神啊 第二局是雅典娜收了 他睡了一觉 咦 休息了一下 这一下战斗力是被爆棚了 八神吃了先机 这一次利安娜有戏 防御做的非常棒 哎 清拳跳 飞地 八神又一个刚才刚出 佩华三世到角落 这样连的话其实没什么伤害 时间也不走 不用担心 百合者被反 哎呦 中轻手 利安娜也炸出了一下 炸出了他第一炮 咦 天堂之眼 哇 这一下八神 有望收掉利安娜 八之女 666 这个暴走八神的克星 好像真的克制不住 这个暴走八神 现在火球处拿下了第二分 首先他来到了赛底 这才是关键的 对他一说 这一战真的太关键了 可以让他后面调整一下心态在 接着看下一局 这一局张艺西 哦 这个张艺西的雅典娜颜色变了 变成绿色 绿油油的 呃 滑铲还想再确认啊 感觉很 哦 张艺西下盘有点不稳 总是中这一招滑铲 这一局之中已经中了两次了 现在空中皆碧 让他先掉半管血 难道雅典娜又不行了 闪身也没有闪和黄剑 取消 雅兮 哦 兮住了 对不对 想用一个生龙腿生出 没想到雅典娜这个吸的速度真的是快啊 看来这次火球又面临一套晕的命运 诶 失误了 出错招了 如果不出错招 一套带走火球数问题不大 一套打晕 你看 这个失误大了 应该是想用下盘 接一个大招 没想到 战 战 攻击了 这次 第二个回合 看张艺西的不知火舞 哎 压住 嗯 再压 好来了 这次真的压住了 落地顶 落地插 落地扔上去 接臂杀 接了一个没有接臂杀 差一点点 还有对手一点点血了 接个臂杀也没有什么必要 先试看火球数的游力 好的 游力跳来跳去 但是还是被肥空头 飞来飞去的直播之后 我在天上 果然是女人者 在98系里面更像女人者了 这招式连接起来 一发大招 火球数一点点血 好 想跑 嗯 游力又连住了 卷风腿 飞翔拳 双方的节奏都进行的特别快 你看不之后 又快速飞出 做一个取消 对手直接怼出 两点下凡 攻击来了 关了 张艺西这局 可能要面临被带走的命运 Cd 神龙 没想到火球数他失误了 哎呀 反被带走 好的 来看火球数最后一个角色 霸神 霸神这局 能不能成功收敌呢 我们来看一看 好 霸神跳来跳去 不之后 也是直接发动爆气 爆气之后 霸神再跳来跳去 跳 嗯 青腿 葵花 好 来了 这一下 霸神可以的 三十道角落 底波抓卸风 嗯 再来一方 青云 摁倒 嗯 哦 切换模式 他也是生怕 不之后 给残血翻盘 这个切换模式 切换的 因为普通版的霸神 还是爱扛揍 比爆的霸神 扛揍的多 容错率 相对来说 最高一点 这里看张云西的莉安娜 霸神跳入 哦 这一局霸神气势很旺 但是暴走莉安娜 暴走莉安娜 还没有发威呢 咦 又中跳飞打中断了 莉安娜果断抢反 再不抢反 可能被秒 火球的气太多了 霸神又刚一发 咱们有的是气 哦 还想用刚才那一套 那这一下不灵了 两点手刀半月斩 哦 八只女空了 手刀半月斩空路 八只反着差一点 被秒 以节奏打节奏 八神还抓 哎 吃物 能赢 没有吃物了 火球主心态有点爆炸 在这个时刻吃物 而且只下一滴血 你看 刚才不吃物 火球主就是今天的赢家 这样的话 又被张云西 把比分拉平了 还是要打第五局的 火球主现在已经是 对 内心应该非常气愤 可能要把他摇杆都要砸了 这么关键的时刻 瘦 残血翻盘 瘦的好机会啊 接着看张云西 还是把绿油油的雅典娜 放到第一位 这局雅典娜怎么打 这局雅典娜好像 火球主经过上一场的那一战 感觉心态上面出了一点问题 听没有那么犀利的显得 这就是心理上的变化 心态上的变化 没办法 格斗游戏就是这样 一旦出现一个重大失误 背对路翻盘 那你心态上面肯定会出一点问题 你看现在King就出问题了 打招中 不行了 King还想熬滑铲 肯定是熬不中的 有所防备 完全在张云西的掌握之内了 这局 顶 顶 波 顶 还想闪身 不可能跑不掉了 先看火球主下一个角色 感觉这局有一种 冰败如山倒的气势 亚迪娜他爆气了 他爆气之后是用波不断的追击 来套路对手心态 他心里战了这局 亚迪娜你看到没有 对手跳跳不起来 跳我再升超比杀上了 这局 想跳不可能的 取消完事之后 再来一发CD凤凰剑 哦 没有了没有了 特地没有了 接着看火球主下一个八神吧 看八神能不能拿住亚迪娜 亚迪娜你看 哎 把火球的套路摸得非常透 这局 哎 跳 直接被吸了 各种招式克制 哦 能连不连 而且用一个波咒 作为取消 你看还用波 清拳波 八神慌了 八神十分的慌乱呢 他现在发动一发暴气 哦 亚迪娜跳来跳去 跳入 回闪头 哦 又一个波 还是不连大的伤害 就是用波来套路 拳脚 波套路 满屏的八神是满世界的追着亚迪娜在揍 终于是抓到机会了 我 我就是能用这一发超杀来找回来一点节奏吗 帝国 西风 鬼花 打不死 哦 吸不住 凤凰剑再快速做一个取消 两点三点八成强犯没了 亚迪娜 再抓一个机会 这一局就穿三了 真的穿三了 打得很轻松 这一局亚迪娜 大家来不关注订阅每天更新 今天对这视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行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和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谢谢观看